哈囉大家好 我是阿BOO ABU 1.6 過去5號 當然沒有 這就跟大學一樣被掩蔽的感覺 這很痛苦是不是 沒有沒有 因為一開始我就是 其實那時候加入也沒有想說會帶多多久 然後想說大概四年 就是大學畢業一個門檻 我想說可以做點別的事情 年很快 年很快 你是有越來越想要繼續待下去嗎 還是其實你也是想要待完這第六年就掰掰 當然沒錯 你不要把話說死好不好 怎麼這樣子啊 就是一切都順其自然 因為我也很喜歡球場隊的動物 然後很喜歡帶給大家正面的能量 所以就是可以帶多久就帶多久囉 畢竟我們現在就是當的 我去年有參加一個健美比賽 我要看 先不要 沒有 那個時候因為我 我的身材在我剛進來拉拉隊的時候 其實我就有大挫折 就是大家都很纖細 然後我是那種股價比較大的 然後所以看起來就會比人家爽一點點 然後現在電視又是這樣子 所以我又被放大 所以為了在螢幕上好看 所以就是我一直都在運動 然後有一次因為我的教練 因為他本身就是有在參加店面比賽 所以他就給了我一個小小的挑戰 他說 欸 下下個月要參加比賽要不要去 然後我就覺得 好像可以給自己一個挑戰 因為一直在健身在健身 然後好像也沒有一個 就是總是要有一個目標 所以才會去前進 所以我就一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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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說 好 說好的當下我後悔了 因為教練開始說 你現在開始控制你的飲食 大家什麼的 要吃得很清淡 可是我就是一個重口味的人 所以就是 我這次比賽就是去試試水溫 所以有得名嗎? 當然沒有 我們要就是把這個 當作一個人生的里程飛 但是如果之後還有 還有機會 我還是會想要再參加 但就是 我會好好控制我的飲食 我想說的是 我不是在休息室很吵大家 我是要帶動大家的氣氛 因為有時候 休息室是太安靜了 我要帶動大家的氣氛 對 然後我很愛唱歌 這盆就是我的天性 那你有沒有唱歌很好聽 唱歌很好聽的那件事情 我不能太廣忘 因為 因為我的家人都是 像我姑姑是音樂老師 然後我堂妹又是一個樂團的主唱 然後我舅舅又是開音樂錄音室 所以我就 嗯 不能隨便說自己唱歌好不好聽 所以你有想要單飛嗎? 有擠出單曲去嗎? 其實不用不要單飛 不用擠出單曲 就是 讓我跟陳哥唱一首歌就好 可是我覺得 應援曲可能比較適合我的 就是 低沉的聲音 可以考慮我喔 對 我在去年年底的時候 跟我們部落參加一個 舞蹈國外試參加一個 穿到舞蹈比賽 然後其實我的名字 原本是UNA 就是一開始大家認識 我是UNA的名字 那我在前年的時候 把名字改為原住民的名字 就是希望 大家可以更認識我的文化 然後 去年參加這個比賽 就是希望 有朝一日球場上 可以跳原住民的舞蹈 把原住民的東西 就是發言廣大 用任何的方式 對 對自己的情緒 大家就是越來越瘦啊 但是還是會希望就是 就是可以再更堅持做自己想要做的事情 然後也希望就是 所有窮迷們都可以 健健看看 希望大家可以都可以珍惜身邊的人 沒有什麼小心 沒有什麼太大的夢想 就是希望大家可以好好生活 好好加油 好好運動 好好進場看球喔 謝謝